台中市推动原民建学聚落平台计划 总共有六条极具深度的体验建学游城 包括了原民饮食酿造、原民景观、生活方式 让外地的民众进入部落一次体验 好吃好玩的原民文化 市长卢秀燕亲自上山体会 他透露原住民的餐点有不同风味 特别美味 市长卢秀燕到部落体验原住民文化 在罐子里放入简单的食材 天然发酵又发出米的香气及自然原味 香醇而不腻 这是米酿 亲自体验感受传统发酵文化的万种风味 台中市推动原民建学聚落平台计划 总共有六条极具深度的体验建学游城 包括原住民饮食酿造、原民景观、生活方式 让外地的民众进入部落一次体验 好吃好玩的原民文化 因为国内疫情逐渐趋缓 和平区旅可见多 市长呼吁在地人应尽速接种疫苗 那第一季的施打大概有五千多人 第一季施打大概有达到八成 那第二季的话大概只有五成 我们还要再加强 在疫情趋缓后 台中市府启动和平专案 深入部落关怀当地长者 视察当地建设 也邀请大家在疫情缓和之际 来和平区游玩 记者中部众号报道